美斯歐聯兩球勁 替身溫布萊贈興 替身甚麼替身 是立像之陣 足球神人美斯的立像在溫布萊球場跟大家見面 製作人說是因為11年歐聯決賽時 美斯射入了好球 所以選擇這個地方就最好不過 巴賽前晚一場歐聯也算贏得驚險 主場鬥莫斯科斯巴達 有清分產品基斯甸泰魯先開紀錄 不過之後就有丹尼爾擺烏龍 下半場羅姆路更為客隊反超前 巴賽迷就嚇到鼻孔都沒力了 所以說為甚麼美斯會有個專屬立像 就是因為他能夠幫球隊起死回生的世界級球員 他分別在71和80分鐘連入兩球 幫球隊反勝 成為了救世主之外更加以53球 成為歐聯史上第三多的入球球員 教練維蘭路說 是球員對左球的熱誠才能夠勝出 不過後衛碧基在比賽組段相出 之後更加證實要養傷三個星期 10月初國家打比隨時沒有他份 N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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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